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霍大哥说 由于同工们在各地砖窑间流动频繁 虽然已经在运程大大狭小的砖窑去过很多遍 但他们仍抱着一线希望 决定再次下到砖窑寻访 临行前 陈大哥和霍大哥叮嘱我们 由于窑主们对媒体记者已经十分警觉 为了不让他们今后在窑场寻清增加难度 两位大哥希望我们暂时不要暴露身份 霍大哥带领我们寻访的第一站 是山西省万荣县通化镇六屋村 在这里不到三公里的村路两旁 砖窑场一家挨着一家 共有七八十家之多 然而十几家窑场走过 有的已经停工 有的只有西歇拉拉三四个成年人工作 偶尔见到几个和自己孩子年龄相仿的少年 却看到陌生人来到 把腿就跑 在这条村路的尽头处 我们发现了几个仍在工作的少年 尽管霍大哥一眼辨认出不是自己的孩子 但是他还是决定下去问问情况 在寻子的路上 家长们已经形成了多问多看的习惯 以便能给其他身处险境的被管少年提供帮助 没有没有 这块没有人 你们都是本地的吗 还是 我不是本地的 你们是哪里的呢 我在港肺 安徽的 他也太安徽的是吧 只是一个村子 他多大年车 少乡了 18了 你多大了 我18了 18了 没有家过 没有 你来这里多久了 我来第一个月了 几个月了 回过家没有 回家了 看着孩子轻松忙碌的事情 我们宁愿 我们宁愿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你向我 你向我你向我你向我这份呗 你怎么过来的 啊 我 我大伴要向我 啊 大伴也过来了 我 我 我 给你给我欠了 你 你成 大伙有没有钱 有没有工钱 有 有啊 见我们询问这位少年 姚主立即出现了 我们也开始与姚主谐聊 他 这现在说不定还能碰上 他现在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那个不 大队干部 先从这儿 哦 大队干部领了 领了他 离开了六五村 我们又来到了运城市灵仪县一家窑场 据两位大哥介绍 他们曾经在这一家砖厂里见过许多神志不清的工人 家长们都戏称傻子窑场 您好 一直都雷过吗 我没来过 那个人 好吧 照个照份 麻烦一下啊 方便一下 你哪来呢 啊 哪来 我是河南的 我今天没有河南过人 哦 我看一下老板啊 老板给你提个网门 好不好 谢谢您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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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啊 你怎么都到哪儿去了 迷宫 迷宫 你干什么会了 这个看上去年纪不大的孩子 见到一个女工模样的人走近以后 警觉的赶紧拉车离开了 孩子 没有 没有 那上次家那间都没用了呢 都回家后面了 给你个收美了 四伙哪一个呢 是呀 四伙一个四伙的 一个四伙的 不知道 没有我这啥都没 哪一个四伙的 你都给人说的 哎呀 我说的不想话 那总是大功出面 就是啊 总是没大功的 要不然出面中下来 现在回家家啊 嗯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 一个开上去 十六七岁的孩子悄悄地走近我们 主动跟我们搭话 哪里啊 四伙的吧 哦 我上次家的 你是四伙重新的 就是你啊 重新的啊 重新的啊 嗯 我们到那边去 那 没啥事老乡 那他忘了 就给他撂撂 撂撂 撂撂看他脚 咬着干嘛 我老乡 嗯 哎好 那妈我没事 没事 没事啊 老乡 将公投支开以后 我们赶紧将这个少年 拉到一边询问 给你钱吗 没有 没有给你钱 我给你钱是吧 嗯 打过你吗 啊 你想不想回家呀 想回家 想回家 想回家是吧 想回家那那老板给你钱吗 让你回去吗 让不让你走啊 啊 你现在你就看看 就就看 有你认识 我没认识 你再让个人家是被打 我以为人家赶快就走在这干了 对对对 啊 就说想问一下情况 看看那个 你又也是 你回家情况 他以为人家 你跟他家的情况 他家 是的 我是山东 我找这老公 我扯你 啊 你先在这里吧 有一个四川丢的 看他见过那个四川老乡没有 就是这个 有个四川的 还丢了 没有没有 看丢过了没有 你他现在表达 你这是他吗 哦 我问他 有四川的 还见到没有 他为了危险了吗 他还不清楚 不清楚就做了吗 你还说 你照见这边的人了吗 哎 现在不是 你照见你的人了吗 没有 没有 有吗 我以为有没有 现在不是打听吗是吧 你出了这四川的都看了吗 你看了 有没有就可以做了 我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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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热热举气 我们就是问一下 问一下没有 我们就过去了 好 就走 好好 就走 就走 我以为你就是要上山山 有四川 没有意思是变足了 你知道吗 啊 他也不正常你知道吗 哦 他不正常 你都威胁他吗 不知道 别人自己一个 你毙了他 那行 那咱过来吧 走 那行 那行 走 坐吧 这个小孩 我估计只有十几岁 年纪不大 年纪不大 我估计可能是折磨的 现在老观众叫的 所以我已经咋都别说 我弄吃包 给一切 不给一切 就叫的好 他了 我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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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的寻访结束了 陈大哥和霍大哥两个都没有能够找到 他们自己孩子的一丁点线索 然而陈大哥却说 他的脑海当中一直留着那个孩子的身影 那个在被叫做傻子窑场的砖窑里见到的 那个攻着背一直不吱声的那个孩子的身影 他说他的眼神当中流露出来的是期盼 似乎是一种求救的信号 陈大哥希望我们能够会同警方一起 再去找一下那个孩子 问清楚那个孩子的状况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离傻子窑场最近的 林一县林静政派出所 希望能够得到警方的帮助 这我从未成功有做这么期待 好 走啊 车道傻子窑场 远远都我们看到工人们正在照常工作 以及 Palestine